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2.8的这个可除性的练习 表示那个除数能够整除 那个被除数 所以这个48来讲呢 能够被2整除 因为它个位数是8 然后4的话也可以 因为48除以4等于12 再来呢 8的话呢 6 8 48 8也可以 3 4加3等于12嘛 12是3的倍数 但是不是9的倍数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能够被3整除的 OK 除以3应该是16 应该是16 所以这个3呢 没有勾到 3没有勾到 OK 315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个位数不是2 那这个248呢 直接可以不用看了 但是个位数是5 肯定可以被5整除 我们再看下数字相加 5加3加1等于9 所以是9的倍数 所以是9的倍数 也肯定是3的倍数 OK 至于11的话呢 5加3等于8 8减1等于7 7就不是11的倍数 就不是 就11的话就不行了 OK 504来讲呢 我们先看个位数 我们先看个位数2 能够被2整除了 也能够被4整除 再来504 这个504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缩短的一个步骤了 你除以84加 68 48 24的话呢 38 24 所以8也可以被 也可以被8整除了 然后 再看3跟9 5肯定不可以了 因为他个位数是4 然后 3跟9的话呢 5加4等于9 9的话呢 是9的倍数 也肯定是3的倍数 再来5加4等于9 9减0也是9 就不是11的倍数 所以这题 这样子 23489正选 OK 再来748来讲呢 42的倍数 48除以4等于12 也是4的倍数 除以8的话呢 748 我们尝试一下用8来除 9872 然后28的话呢 48 4832 3824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8呢 就不可以了 5也不可以 再来看数字相加 7加4等于11 11再加8等于19 哎呀 差一点 对吧 差1 如果这18的话呢 就能够被9整除了 所以3也不是 9也不是 只是没有check到11 你看了8加7等于15 这个是机位数的数字相加 偶位数的数字相加是等于4 15减4等于11 是11的倍数 对吧 所以其实是可以被11整除的 所以是 LVN勾露了一个 所以露了一个 再来1260 12602肯定可以 5也肯定可以 所以这两个是最容易看的 再来看4 60 616 414 20 5 420 4可以 260除以8的话呢 4 38 24 8不可以 20除以8 是这个22等于16 不行了 所以8不可以了 2跟4可以 接下来 数字相加 6加2加1等于9 所以是3的倍数 也是9的倍数 再check11 6加1等于7 2加0等于2 7减2等于5 不是11的倍数 OK 大概 单词上是这样子 5 3 5 1 2 2可以 5不行 12除以4 能够整除 所以5 1 2的话呢 除以8呢 也是可以的 5 1 2 5 6 应该都是 都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3 5加3 加1 等于9 再加2 应该就11 应该就不行了 3也不可以 9也不可以 5加7 等于2 5加2等于7 3加1等于4 7减4等于3 所以不是11的倍数 OK 就这样子 这一题 2可以 5不行 98除以4的话呢 你428 18的话 4是16 缺了两个 4不可以 8也直接不用看的 OK 总之4不能8 就可以 一定不行 再来数字相加 9 9不用看了 一般上9不用看 然后呢 6 6加8 6加8 等于14 14再加5 等于19 19再加2 等于21 21是3的倍数 但是不是9的倍数 所以3可以 9不行 好 然后呢 再看11 Alvin好像每一次都漏11 8加2加5是15 9加6也是15 15卷15是0 总之这个差 它是11的倍数 或者0也可以的 所以不要忘记有0 这个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个是11 也是又勾漏了 然后这题 2不行 4 8也不用看 5也不行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数字相加 9不用加 6加3等于9 也不用看 5加1等于6 6是3的倍数 不是9的倍数 好 然后呢 9加6 9加5加3 等于17 6加1等于7 它的差是10 差一点 又是差一点 OK 总之你不用看它 差一点 差多少 总之不是准准11 也不是0的话 那11的倍数 和0 那你就不用看了 这个是不行的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空格的这种提醒 以下的空格呢 选最小的数字 能够被3整除 我们6跟3 其实是可以不用看的 不过呢 因为课本的交法是全部相加 所以就7加3加6等于16 16的话呢 下一个是15是3的倍数 下一个3的倍数应该是18 所以你既然是16呢 应该还再加2 对吧 所以这个是18减16等于2 所以这题要选2 OK 当然 如果它的问题不是选最小的 而是要你全部都写出来 你也不用再重新加过 你这个2加3等于5 5加3等于8 这几个都肯定可以的 OK 那再来这里呢 是7加8等于15 再加3等于18 再加2等于20 下一个3的倍数应该是21 所以这里选1就可以了 然后7三21 好21 OK 大概就这样 这个呢 7加1加2等于10 下一个2 3的倍数应该是12 所以这边应该选2 不是选3 再来5加4加1 也又是10 下一个3的倍数应该是12 所以这个也是要选2的 好 So Alvin 不是很对的 OK 可能学校还没有上到了 再来这一题 能够被9整除的话呢 7加8等于15 15再加5等于20 20的9倍数应该是27 对吧 9 3 27 所以这个呢 应该要选7了 好 那9的话呢 他没有什么选择的 他应该是只有一个答案吧 OK 我们再看一下 5加4等于9 9再加3加2加1是6 9加6等于15 15的话呢 下一个9的倍数应该是18 所以确3 不知道为什么 18减15 为什么你会得到2 OK 所以这个真的初心 要 这种 怎样讲呢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减法 千万不要算错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OK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要选3才对 好 第4题 他要选的是4的整数 能够被4整除 能够被4整除 我们只需要看各位数跟10位数 对吗 那他各位数是2的话呢 我们知道说 414 428 432 所以12呢 肯定可以被4整除 所以这个呢 就选1 当然他不是最小 他是最小的答案了 那下一个应该是3 4832 对吧 然后呢 456 6不行吧 6 6 2 4 5 2 52 好像去两个 52好像也可以 72好像也可以 72的话呢 是 144 3 12 18 18 所以应该是 两个 加2加2加2 好像就可以了 对吧 加2加2加2 135 7 9应该都行 OK 大概是这样 那5的话呢 50几是 4的倍数 52 刚才这里有52嘛 对不对 所以 还有吗 应该不行的吧 再更小应该就不行了 再更大有 52有 再加4 给56有 然后呢 再加4是60 就不行了 OK 所以这里要选2 也对 很好 OK OK 第5题 能够被11整除 我们看这样 6加3是等于9 那你这个 唯有选9 9减9 就会等于0 OK 所以这个 必须要选9 再来这一题呢 你8加2等于10 4加3等于7 7再加3 就会等于10 10减10 就会等于0 所以这一边 应该要选3 应该选3 OK 那还有其他的吗 应该不行了 应该 也 能够被11整除 应该也是只有一个答案 被 能够被9整除啊 被11整除啊 这些 它的 空一个格的话呢 一般上只有一个答案 OK 第6题 5位数 3 1 3 1 6 4 能够被6整除的话 这个数 首先 能够被2整除了 因为6是2的倍数 所以他只能选 0 2 4 6 8 还有他要 能够被6整除 也肯定 必须要被3整除 我们来看一下 3跟6 我们不用看 4加1是5 5再加1 应该就是 5再加1 就是6了 然后呢 1再加3等于4 4再加3等于7 这几个都行 但是呢 共同的应该只有4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 要选择 OK 第6题的答案是4 第7题 若5位数 能够被4整除的话 被44哦 所以也就是说 他同时能够被4整除 也能够被11整除了 那我们的4整除的话呢 刚才我们是写52嘛 52能够被4整除 还有56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4的一个选项 那11的话呢 5加5等于10 7加1等于8 8再加2等于10 这样子的话才会差等于0 所以应该是只有2这个选项 所以 那个答案呢 就是要选2了 OK 可以哈 最后一题了 4个不同的 数字 组成最大的自然数 能够被9整除 Alvin 第一个问题就是99 两个用了同样的数字了 OK 所以当然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987 987 因为 我最 我肯定最大的那个位数 要是最大的数 然后呢 第二的用8 第三个用7 这个就一定是最大的 当然这里如果可以用6的话呢 我们 我们就会是一个4个不同的数字里面 最大的数就一定是9876 问题是9876 可能就不能被9整除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要让你能够被9整除 那我们怎样调呢 9不用看 8加7是等于15 15下一个能够被9整除的 应该就是18 也就是说这边要放3 有没有其他做法 你看啊3再加9 它就会超过10了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不能再 应该被9整除 你生一个位数的话 那个位数应该是跑不了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9873 9873 OK 可以吧